好 我們請部長 那還有高公局趙局長 以及公總許局長 好 我們請許局長 趙局長 謝謝 部長早 委員早 部長 就是上一次 這個端節的連假的時候 那交通運量已經爆量 那這一回 這個部長也有對外講說 事實上中秋連假 再加上這個國慶連假 那恐怕這個運量又更多 應該是比端節還多 那所以部長你說 這個懇請國人善用分流措施 跟各式的優惠 那我們有注意到 就是說交通部事實上有非常多的 應該是說這些APP 那交通部現在已經 有整合了1968APP 跟這個幸福公路APP 那這個具體的做法是怎麼樣 好 來我請高公局 對 跟委員報告 那基本上來講是 國道它有容量 它有它的一定的限制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些分流 那針對比較平頸的幾個路段的部分 有跟公總來有檢視是說 哪些路是適合可以分流 那目前來講是說國五的話 到台九線它是可以做一些分流的 那西部的部分有台六十一 那國六的部分還有六十三 大概這幾條是我們是建議 大家可以來做替代選擇者 那這些路況的部分 我們都在1968做一個顯示 然後跟這個幸福公路APP 對 國五的部分 甚至就是把它的一個旅行時間 把那個包括上達到的排隊時間 什麼通通在上面 那我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跟部長講一下就是說 事實上還有很多的APP 那還是沒有完成整合啦 除了這兩個之外 這個也要注意 那我要說的是說 你看實際上的這個狀況 我們實際上把它這個點進去看 你可以看到 譬如說你在這個APP上面 有一個即時訊息 那即時訊息點進去之後 就是兩個方式 一個方式是說 你開車到那個地方 譬如說這是從和平島 然後開到這個台北市政府 那你開的過程之中 你開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說 現在路況怎樣 第一個狀況 第二個狀況就是你要點進去 好 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即時訊息跳出來的時候 部長你可以看一下 有很多很多政令宣導 可比說 他第一個在和平島的時候 就說 酒駕林農人群 利用酒後代價服務 921號交通大執法什麼什麼的 但是呢 他就跟這個路況 是混雜在一起的 部長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是這是因為現在還沒有廉價 在宣導期啦 其實這個是可以調整 而且 包括行車的時間 跟泳賽的程度 其實現在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輸運嘛 是 不管說 我是覺得 不管說政令宣導也許很重要啦 但是你可以把它分到 不要在這個即時訊息裡面 或者是說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暫時說不要去 不用去做這個動作 因為你可以想像說爸爸 說我的媽媽 然後開車帶著小孩 然後你看喔 這個有I這個地方 information這個地方 他都會告訴你說 酒駕林農人 酒後代價服務 9月1號交通大執法什麼的 所以你開這個機子啦 你開這個路上的過程之中 他一直跳出來 所以過不久之後你就受不了了 我自己可能會受不了 這個我的同仁是說 如果這個 真的 對 比較 泳賽的時候啊 其實就出現 紫色或什麼 其實這個顯示都會改變 現在只是因為 行車都很暢順啦 所以就以宣導為主 你看他這個就是說 台北市政府的部分嘛 你看工總也是這樣 工總他的這個 你看這個台61線 第一區養護工程術 也是跟我們 搶救生命救護車先行等等 所以我是說 如果真的要來做的時候啦 可能你要把這些即時訊息 真的能夠專注在路況 用路人節方便的 直接的簡單的清楚的 這個路況訊息就好 否則這全部混雜在一起 而且他每經過一個 I的這個點的時候 他就會再講一遍 因為現在是綠色的啦 一旦他不是綠色 所有旁邊這些宣導資料都會退位 就是說紅色的部分 應該就不要讓他出來啦 是 可是因為這個訊息量 其實說實在的也 也還不少 因為每一個都 每一個框都會這樣 我請他們檢討一下 就是 對 適當也不要太干擾 對 而且他還會發出聲音 好 那再來就是說你可以看 部長我請教 就是說 可比說 我點這個 你這個APP 假設我們要從高雄到墾丁 那從高雄到墾丁 光是就仿寮鄉的前後 他就10公里出的資訊站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高雄到墾丁 大概有多少個資訊站 那你現在的問題 恐怕是說 因為 我剛才說有兩個方式 你這個當然就是說 一個方式是說 你可以 我塞到什麼 譬如說我塞到墾丁 他就跟我說現在路況怎麼樣 我在開到封港的時候 他會告訴我說路況怎麼樣 我開到恆春的時候 他告訴我路況怎麼樣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 他沒有把它整個列表出來 所以他就必須要用手動的 去把它點開 可是 10公里內就有大概7個資訊站 所以這整個107公里 恐怕七八十個這個information 那這樣的話 我要如何能夠即使 因為你APP設計的目的是說 我預先 我現在在高雄 那我預先知道了這個路況之後 我來決定說我要分流 還是說我要不要去墾丁 對不對 那第一個方式是開到那裡 開到那裡就已經 他發出聲音就不符了 就已經打車了 另外一個是 你要用手點的七八十個 那他這個沒有列表 他這個要怎麼點 不用開到那裡 其實在高雄就可以顯示 對 但是你在高雄顯示的時候 你是要用手動的方式 我的意思是說 你看 如果假設 你說部長你看一下 台九線的這個狀況 剛剛其實也有講 局長也有講 台九線 然後他是作為國道五號的這個 書印分流 對吧 那你台九線如果 我現在要去台北 要去宜蘭的時候 如果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就一目了然 部長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覺得這樣比較好嗎 就是說 就是說 台九線 你這個什麼 炮子林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最左邊這個畫面嗎 對不對 那中間的時候可能是坪林 然後前面可能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狀況到底如何啊 好 我是不是讓我 對 公路總局長說明一下 他說這個蠻值得參考 好 來 局長 好 好 跟委員報告 對 我們的路況顯示 一種就是長城的顯示 對 你的路況顯示就是這樣啊 告訴說到墾丁的路況是怎麼樣 對 那一種就是開到這個地方 我們告訴他這裡可能前面的狀況 是 這是我們目前的顯示方式 對 那至於委員剛剛建議的更明瞭的方式 對 我們回去再來 檢視一下我們的路況的資訊 怎麼來調整 會更讓用人更方便使用 好 謝謝局長 部長 我說的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做的啦 就是說我們 把它一個一個拉出來看 那拉出來看的話 就會比這個狀況會好一點 因為這個狀況就是兩種 一種就是我塞到那裡的時候 他跟我說嘛 塞到那裡就不會有了 第二種就是說 我在高雄的時候 我必須要點 用手動的去點 點這七八十個資訊 那看到說啊 鋒槓那裡有開車 那我決定不要去 可是你如果用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說 一目了然 台九線的這個狀況 你都會知道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有一些路段已經就是說 包括你的行車的時間 對 他路況 都會 客製化啦 是 就是針對你 你只要把這個你要 出發跟到達的地點 對 其實就是類似這個方式 是 包括CCTV 包括所有的這個資訊 當然 如果智慧化的這個 資訊平台 未來是可以提供你更 一目了然的 因為這個智慧化 現在就是主要是 有用的資訊 對 因為每個人需求不一樣 他的狀況就是說 應該是要更體貼 這個使用者 這個用者 是 因為你看這個民間的APP 他有的像 這個Google Google Map 他做的情況是說 那紅色他全部都顯示出來 就是說 簡單講應該是說 你應該要更體貼這些用者 然後看的時候他就會知道 或者的話 如果像剛剛那個狀況 譬如說 我剛剛講的 這個即時訊息這樣 真的 你從和平島開到 這個台北市的時候 他一直在提出這些證據先導 然後不久你就會把它關掉了 那這個狀況就是說 沒錯 高雄到肯定107公里 那我們要讓用路人 有一個好的選擇 那如果你把它顯示出來的時候 可能像這樣 那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我在高雄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鳳港 看到鳳梨 看到恆春 那我就全部都會知道了 所以我們的建議應該是 用這樣的方式可能比較清楚 好 我們公主總局會來參考 好 那最後一個 跟部長說明一下就是說 你看 你這個台一線台五線 我早上再點 還是完全沒有畫面 就是說 你這個 我的想法 這個當然就是說 你把它攀敗起來 然後這個做一個APP 但是你要注意說 各地方政府 政府它抱上來的時候 它是不是真的能夠有畫面 因為剛剛局長有講嘛 就兩種 一種方式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在高雄的時候 我們點下去看到 墾丁恆春 到底有開車沒有開車 就是靠那個畫面 可是有的點下去 你看這個 台一線 然後這個環快中校橋 這個完全沒有畫面 這個很多啦 有些是地方政府提供的 它沒提供 我們慢慢的來整合 整個平台越來越有 它的這個效果 應該是說 你看像它這個是台北市政府 它管理單位台北市政府 中校東路 沐西南路口 它應該是 報給中央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個路口 有監視器 但是實際上 點下去的時候 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說 這個交通部應該要去協處 還是要求他說 你不能這樣啊 雖然的話 這現交通部不易 到時候點的時候 這個資訊平台會不斷的擴大 那至於說 平寬夠不夠 或者是他們 地方政府負責的路段 的資訊怎麼上傳 我想這個一定會越來越好 我們會加速來推動 所以就是說 可能在今天之後 或者是說在這書院之前 真的要確定說 你上面有的 你這這麼多點的這個 information 點下去是真的是有的 我們現在就是先求有 然後慢慢把這個 因為這個 把品質在不斷的提升 你跟庸路人顯示出來說 有結果點下去是沒有畫面的狀況 好 我們會來加強協調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就位委員